美国总统其实没有什么好讲 特朗普不认输是在宪法范畴里面的 因为确实 不管你是支持特朗普也好 支持拜登也好 美国的机制运行了200多年 他一直都在那里 所以有空间给President-elect President-elect只是中选总统 你看现在每个称呼拜登为President-elect 他只是中选总统 他还不是总统 总统是特朗普 特朗普到明年1月中就职典礼之前 他都还是亚美意见合众国的总统 所以现在是有空间给Trump去挑战的 这个都在宪法范畴里面 我个人 其实你看我没有为Trump拉票 也没有为拜登拉票 但是你问我我这个之前也公开讲解过 你问我支持谁 我们有一说一有二说吗 我认为Trump中选会比拜登好一点 为什么 因为如果拜登中选 有两个情况我们可以预测 中美贸易战会结束 第二 Trump在亚太的部署会退潮 所以 在亚太的航空母舰在亚太的部署 他们会撤出亚太 因为Trump是把重心从中东跟俄罗斯 移来亚洲 如果是拜登上台 他很可能会重回中东战场 像奥巴马以前也是在中东 然后还有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跟Trump的关系 其实是蛮好的 所以这两个考量点 让我会支持特朗普 因为这两 我从马来西亚的角度来看 当然如果你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 如果你是中国人 以中国的角度来看 你当然希望拜登可以上台 因为刚才我说的两个点 极大可能拜登上台会出现的两个转变点 都是对中国有利的 中美贸易战结束 当然对中国有利 华为的禁制令 然后各种对中国物品增加的关税 要求美国在中国的设厂 要撤回美国本土 这些禁令都取消的话 对中国是一个简大的好消息 第二点 美国如果撤出亚太 把重心移回俄罗斯或者是中东 把亚太的重心给移走 他们当然不会弃亚太不顾 但是重心移走 那美国 中国就可以见风插针 扩大自己的势力 所以如果你从中国角度来说 你绝对是支持拜登 但是 这个但是非常重要 我们马来西亚 华人你是马来西亚人 华人是美文化的 跟你的祖国是马来西亚 你必须以马来西亚的角度来看事情 所以如果你以马来西亚的角度 中美贸易战对马来西亚其实是有好处的 马来西亚在中美贸易战得到了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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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的点头 我讲了四个非常大家如果有认识中国的朋友或者是做国际贸易的朋友都可以知道我自己本身做律师我很多中国的客户外国的客户 你要接触到这种有做国际贸易的客户 你就可以知道中美贸易战马来西亚得利的很多 因为中国的货品不能直接出口美国 或者是不能直接出口欧洲国家 关税很大 所以他们要第三方转件 本来马来西亚不可能有的商业机遇突然出现了 就因为中美贸易战 因为中国的货要来马来西亚转一下 要马来西亚拿一张文件来马来西亚停一停 他就可以优惠关税的价格去美国 所以出现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纯粹来停一停来马来西亚拿一张文件 第二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虽然对马来西亚的好处比较少 但是还是有好处 第二种情况对马来西亚的好处就非常的大 中国人直接来马来西亚设厂 把他们的生产 中国是世界工厂嘛 他也生产很多东西 他们把生产最后一个阶段移来马来西亚 以便直接可以从马来西亚出口 当然这个好处不只是马来西亚在争 越南也在争 印尼也在争 泰国也在争 但不管怎样 这都是一个好处 我看各国自己的好处 所以你从马来西亚的角度而言 中美贸易战其实对马来西亚是有利的 两个大象打架 并不会踩死我们这些小蚂蚁 会让我们这些小蚂蚁可以见动杀者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美国撤出亚太 让中国在亚太就去一国五大 大家都知道了 中国的九段线 我写过两篇文章 大家可以去找 九段线是直接划到我们马来西亚沙劳越海岸线 好像是五十公里的地方 所以其实你从沙劳越出海 五十公里就已经到中国了 这是一个很荒唐的事情 所以在几个月前 中国派巡航舰来驱逐马来西亚的Costcard 这件事情大家也知道 我们马来西亚是没有能力来保障自己的国海域的 保障自己的边界线的 因为中国太强大的 中国是一个强国 毋庸置疑 在亚太它是单元强大 你日本都不能跟它相比 日本的GDP已经给中国压下去很多年了 所以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不管你是仇中还是亲中 中国强大这点我们都可以想问 但是它还强不过美国了 大家不要做梦以为它已经强过美国了 还差很远 但是它在亚太还是十大 所以在中国它不放弃这些主权绳索的情况之下 而且它积极地去捍卫这些 它不合理的主权绳索的时候 唯一可以保护我们的就是在亚太驻军的美国 当两三个月前年是美国派的战券 来回应中国的这个挑衅 才把这个事情捧出来 马来西亚连外交抗议连召大使都不敢 只是西山木丁出了一个很软的文告 当时我还在西山木丁那里留言 西山木丁还回复我 然后很多个Line大家应该有印象 所以就是这个情况 所以以马来西亚的角度而言 我个人认为应该让特朗普远的 但是你看我的直播 张岛比如张岛底下也会上来 他不讲美国政治 他会分享一些聊天 今天我们没有集体了 张岛小特 Kent大哥 他们是很明显支持特朗普的 但我不会在直播直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特朗普很明显 包括飞云 我们的小偏西 我不会 为什么 因为你要相信民主制度 你要相信美国的制度 其实政治人可上可下 谁做首相 谁做总统 其实是差别不大 最重要的是那个体制 只要那个体制维护的好 民主政治的可归 就是不求一个英明的英雄 而求一个完善的体制 大家记得我说的那点 如果你是希望出现百年云役的明军 那其实你还是在过往的独裁思想 所以相信美国的体制 其实拜登上台 他也不会真的那么亲美 亲中国 因为这个在美国是不允许的 因为美中在抗争 美中的利益是零和游戏来的 它的差别会有 但是没有大家想象成那么大 所以大家明白这一点 然后 感谢观看